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卫生总监丹丝林诺一上提醒人民 尽管疫苗在对抗新冠肺炎的努力上带来一切希望 不过所有人在免疫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 而在我国有40名医副前线人员在完成接种第二剂疫苗后 还是不幸感染 在他的脸书发布贴文指出 接种第二剂疫苗超过两个星期后被感染有9起 两个星期内被感染有31起 而首次注射后 有142名医副人员被感染 但所有患者的症状都没有那么严重 他因此促请大家继续遵守所有防疫措施 校园频频传出确诊病例 雪龙有26间华校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短短半个月累计59起 而我国昨天新增7个感染群 包括首次单独归类的学府感染群 这个感染群是来自彭亨文东的斯里拉扬感染群 共有16人确诊 另外京保拉曼大学有5个学省不幸确诊 其中两人曾经在本月时候到考场参与考试 京保拉曼大学发文告指出 5名确诊的学省 其中4位曾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兼职 最后一人则是顾客 确诊前 5人一直在住宿通过网课线上学习 两名学省在本月12号确诊 另外两人是在本月14号星期三确诊 最后一人则是在昨天确诊 这5个人已经被送往政府医院接受治疗 而校方将时刻关注他们的康复状况 以及提供任何的所需援助 校方也指出 其中两名确诊学省 曾经在上个星期六10号进入京保校园考场 参与马来西亚大学英文水平鉴定考试 当时两名学省都没有发烧 也没有显示任何的新冠肺炎症状 另外 既万达镇培财二校全面停课后 昨天巴申兵华一校也宣布全校停课 成为水龙第二间全面停课的华校 鉴于校内有师生确诊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巴申兵华一校发文告指出 该校星期五开始 直到本月22号将全面停课 并在23号星期五复课 停课期间 学省将依据居家学习时间表2.0 在家进行网课 网课开课日期定在星期一19号 开摘节即将来临 有非法赌博集团 竟然制作贺解短片宣传赌博 引起执法当局关注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已经指示各社交平台 删除有关的广告 此外警方也已经逮捕了 几名演员协助调查 警察总长的The Three Agri Sani表示 为了避免疫情恶化 警方将根据全国警察总长 最新的指示批准跨州信函 他指出除了商用交通 如石油运输车 以及蔬果食品车以外 只有一般民众回到警察局 申请跨州信函 最新的条件是 只有处理丧事 家庭成员发生紧急事故 以及远距离夫妻将获得批准跨州 另外跨州出席婚礼 或者任何的婚宴 一律不被允许 这项指令 是由全国警察总长签署发出 目前已经发给全国各州的 警察总部 各警区总部 以及各个警局 与此同时 卫生部长的德律 阿德汉巴布指出 基于国内的疫情依然严峻 因此卫生部也不建议 在来临了开招节允许跨州 滨城有一名华裕妇女 据了解 该名妇女46岁 丈夫是一名中医师 滨州小整局在下午4点40分接获投报 指滨城大桥 往滨岛方向一公里处 有人企图跳海轻生 该局发文告表示 小整员抵达现场时 妇女的丈夫已经将妇女救起 小整员过后给予协助 在渔船和水井协助下 小整员将夫妇两人 送往八都满码头 并交由警方处理 救援行动在傍晚6点18分 宣告结束 如佛古来祖屋传来疫情 小孩上吊案 死者为现年组碎的女童 根据邻居透露 女童在出事前 曾经邀请邻居吃糖果 没想到一个小时后 却发生悲剧 这起事件 相信是因为家庭误会所引起 古来警区主任 周明耀表示 当局是在下午3点30分左右 接获投报 警方接获投报后 立即前往事发地点展开调查 女童被发现时 身体已经僵硬 相信已经拼命一段时间 根据女童住家对面的邻居透露 女童因为父母之间出现问题 因此便与母亲 还有另外两名姐妹 在今年4月份搬入主屋暂时居住 女童的表姐透露 由于女童时常将自己 所在房内闹脾气 因此并没有太在意 随后 女童的表姐发现不对劲 才揭发这起命案 目前 女童的遗体 已经被送往新山中央医院 进行解剖 一辆载有一名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护车 在前往亚罗士大医院的途中 在南北大道和一辆罗里发生碰撞翻覆 造成59岁的罗里司机受众伤 送运后抢救不治 而罗里的跟车员 救护车的司机 医护人员和确诊患者 则是没有大碍 这起意外发生在星期五 下午4点20分 在南北大道北上第52.7公里处 事发后 刚好住户车内有一名医生 该名医生即刻给该名罗里司机 简单复礼 过后在场的消诊人员 照来驻伤车 将伤者送往医院驻治 但最终还是不治 哥达士达县警区主任 阿玛书克里发文告指出 当时驻伏车 是从瓜拉姆拉县 五级市南卯出发 载有一名60岁的 新冠肺炎女患者 前往亚罗士大 救医院接受治疗 他说 救护车在送路途中 怀疑撞上了一辆 罗里的车尾 之后双双撞上了 大道防护栏 再冲向对面的 反方向车道 罗里司机被抛到车外 重伤死亡 他说 该名确诊患者 被有关的救护车上的 医护人员 隔离在安全的地方 目前 所有人包括医护人员 都在亚罗士大中央医院 接受观察 上个星期五 主号 吉达也发生一宗 涉及住户车的车户 当时 一辆载有新冠肺炎患者的 住户车 在前往医院的途中 和一辆疏旅车 在南北大道 亚罗士大北部收费站 出口的交通灯处相撞 住户车翻覆后 车内的四名医护人员 和一名患者 以及疏旅车的 一对男女受轻伤 吉隆坡中央车站 是吉隆坡主要的 公共交通枢纽 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乘客量 政府计划提升车站的设施 以供长期使用 不管怎样 当局不会仓促 执行有关的计划 而是需要时间 研究和规划 在新冠疫情还没爆发前 吉隆坡中央车站 每天的乘客量 平均达到超过20万人 超出了预期的乘客量 有件于此 交通部考虑 建造更多车厢 和提升服务 改善车站的运作 如果 如果 如果已经准备 projekt seperti 什么 我说 ECRL 然后 如果 我们已经准备 ETS 交通部长 是在吉隆坡中央车站 庆祝20周年的活动上 这么表示 吉隆坡端顾阿dul拉曼路 在接月市集 去年 因为疫情停办后 今天 将在严格遵守 标准作业程序下 重新开办 目前各摊主都已经准备 就绪 迫不及待 能够重新营业 由于疫情的关系 今年的开债解释集 必须在严格的防疫 措施下进行 规模缩小 但对于摊主而言 吉隆坡端顾阿dul拉曼路 开债解释集 能够重开 已经非常感恩 今年 有关市集 只有208名业者批准营业 市集将从早上10点开始 直到晚上12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洛杉矶的好莱坞环球影城终于重开 魁为超过一年 民众对玩乐的热情丝毫不减 新闻的尾声透过镜头一起感受下 我是戴靖航 感谢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 我们再会